太太矛盾比较深吧 发展到现在 不不理睬的程度 虽然家庭这么不合 总是认为自己很正确 原因要对放 我们的诉求是 借这个平台 请老师们和专家们 给我们指点迷津 吴先生 你们两个人现在 就是这个矛盾 爆发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日闹到冷战 从分居到现在 虽然住在一套房子里 但是形同陌路 明天是你的诉求呢 我在这个家里面 奉献了三十多年 对不到他们的认可 我想要不要及时走下去 得不到他们的认可 指的是谁啊 我儿子跟我先生 错的是哪一位 他们都有错吧 是比例问题 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呢 我觉得可能是爱比爸爸 我错里爱 大部分的错误在他 对 一开场 吴先生用一句话 形象地勾勒出了 夫妻两人矛盾的演变 日闹到冷战 形同陌路 三十七年夫妻 形同陌路 一切从何说起呢 三十七年前 夫妻俩刚刚成婚 都是乡镇中学的老师 但是丈夫不满足于现状 一路到外地求学 当时 李女士只能一人独自抚养孩子 十三年 直到丈夫读了博士 进了研究所 他们才终于在一起生活 这对她来说 可为苦尽甘来 之后 李女士特地提前内退 照顾丈夫和孩子的生活 可是 她万万没想到 这所有的付出 却换来了丈夫 情感的背叛